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点什么事你后悔去吧 是啊 这逼来逼去的 我告诉你啊 他俩就肯定不分了 我当年不就这样吗 咱妈不让我跟大蕾在一块 我非要在一块 不让南墙不回头啊 陶大蕾家再不怎么样 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 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 你说你要是垮了 谁给她撑腰啊 行了 你们俩 快吃吧 多吃一点 那我给你包鸡蛋 放着 那我接个电话啊 妈 嗯 对大咋呢 怎么她竟跑厕所来的 谁知道的 谁知道的 张大夫 哎 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 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 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 也就是中期 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尽快进行手术 这 这 那个是 是要全切吗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三公分 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 我们建议你全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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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切了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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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 张大夫 哇 啊 涮 啊 啊 啊 我 阿姨 好 爸 怎么这么久啊 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就是有个电话 聊了一会儿 姐呢 我让她回去歇着了 跟妈聊聊天 妈 我那个公司 有点事 咱改天聊吧 我还挺着急走的 你肯定心里有事 昨天晚上你过来呀 我就感觉到了 她说你姐姐在那儿闹腾 我也顾不上你 没事 好着呢 怎么了 是不是 跟大蕾又出问题了 没有 妈 你看 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 那么圆圆满满的 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跟他都二十年了 就是正常的夫妻 没什么可说的 我这人脾气急 当时你爸劝我 我也听不进去 我都拼着命着反对你和韬大蕾 就跟现在你咋解释呢 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 我也真是没想 你呀 那时候多小啊 是个孩子啊 最后啊 咱们两个毒气 弄对立 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 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没有妈 我怎么可能怨您是为我好 哎 你看这个照片啊 你们这姊妹三个呀 我最心疼老大 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 腿脚又不好 可你爸呢 喜欢老三 是让她像她呀 我们两个就觉得啊 你能干 所以呢 就管你管得少 是不是怪妈呀 我现在都后悔 我没有 妈 我怎么可能怪您呢 快别这么说 我 我生完娜娜以后 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回来我 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 买东西养家 这不也是一步一步 熬过来了吗 没事 我知道你能干 什么事啊都能顶得住 可是 叶北太要强了 心里要有什么难事 你跟我说 嗯 没有 妈真的好着呢 我还要好好照顾您呢 我一定要长明百岁 百岁 百岁 没事就好啊 你刚才说这些 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委屈了 是委屈了 你这 这一辈子说实话 挺受委屈的 妈 我真走了 妈 好好的 好好地 好好的 别迎抢成员 好成假吧 宝贝 我 哎 妈妈 大姨怎么样啊 挺好的 多亏了你 把易锦被砸的事 给透回来了 我发现也还是咱俩好 这家没咱俩得散 谁离不开谁啊 你说什么 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没什么 你干吗呢 我啊 我今天休息一天 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你跟那个张晓燕 好好地比什么都好 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 穿婚纱的样子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 我要是结婚的话 你就来当我伴娘吧 怎么样 我是你妈 做你 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那你是不是笑了 看你挺开心的 我上网都给你查了 你那个胸部小节节啊 就是情绪导致的 你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逗你 好不好 好 那行了 妈 那我跟你说了啊 我爱你啊 萌萌大 我爱你啊 情绪 那么快 来 喂 张大夫 我是孟婉晴 难道你帮我 预手术吧 越快越好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跳哪儿 刚敲啊 直接跟他们打 加油 特种兵 我不喜欢狗的 来 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爷奶奶 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 咱们吃完就出发呗 我给你们买了 喂 周哥 恭喜你啊 爷爷奶奶终于接受 一金解了 什么 爷爷奶奶说的呀 早之前特意问我要的 一金解的单位地址 天 老家给我抢 不好意思 老大 接电话 接电话 师傅 还得什么时候当啊 快了 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 说是会对款的 但是现在 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 肯定是来不及了 小李啊 这次是我错了 你就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浅姐 你不用这么想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 是找到一个 能替代的合作方 然后让小红包 顺利演出 你要说责任 那我是代理经理 那应该我来 好啦 姐 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 你看一下 他们要的报价啊 资质啊 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 我都整理出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你看看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用的吗 不是 还有梁万姐也帮了忙的 小红没出了问题 大家都好不了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 一定能够渡难关 现在最重要的呢 其实是我们要择有选择 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 所以浅姐 还是你来前途 好吧 好 去忙吧 先走了 你好 我们就是来找李仪锦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 有预约吗 我不管那个 李仪锦 李仪锦 李仪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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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仪锦哪儿啊 我认识他吗 好了 经理 李仪锦 李仪锦哪儿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找到他爷就是大掌门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工作了 没事 奶奶 周到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这事他不知道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 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我们就这一个孙子 请你劝劝他 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这是周到的事 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 应该找他 他就是因为你 他才不肯走 小李娘 你也提出道想想 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个人了 那在咱们老家呀 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 那都抱孩子了 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 啥都有了 现在呀 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 按那老两口看着实在是 被他着急心疼他呀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 房子 车子 要什么有什么 他就是不回去 愿意在这儿受罪 小李 周到的这孩子心软 他是舍不得你 我们也想好了 那就带你一块回咱们老家呗 可是就这个 他也不答应 周到知道 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 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你 那你们就干脆点 断了 对不起爷爷 我办不到 你要是没别的事的话 我会上班了 大人大人 今天你不答应 一三手 一三手 我就别想走 一松手 一松手 我 松开 你 你不能这样 你 松开 你 松开 你 你住了 你干什么呀 不孝子 我敢给你爷爷动手 今天必须教训你 哪个你 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 没别的意思 爷奶 爷奶 你们接着这么闹啊 您想让别人工作 我现在就报警 报警 周到 行 行 行 爷奶的大老远来 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来来来来 你别闹了 好 正好我有话跟他们说 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 都在问你怎么样呢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不听了 你就嘴硬吧 周到 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没有 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 一锦说那个周到 也想跟我聊聊 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他什么意思啊 要跟您套近乎啊 这个人 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 这个人太有心机了 我耳朵跟子没那么软 姥姥 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 他们想让我回家 不过您放心 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我要买票去上海了 哎呀 你去了只能添乱 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 哎呀 我怕他再吃亏呀 我相信一锦 他要这次再吃亏 他就得想一想 这个男人值不值得 那么好他们就得分手 也就是您相信他 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我就是相信他呀 早说我觉得 周到跟我说这些 说明他有打算了 别着急 咱们再等等 再等等看看 好吗 我下令人猪脑子 你们这是遇碸子 每天都有 你事故在的 如果你整理解 漫里面要好好地 比较硬 你的AP 咱们都在哪里 执 asthma 听爷爷的 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 回去收拾东西 跟我们回老家 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你说你说得是人话吗 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带荡 你就为了这个女人 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 揍你 老同志 你 你 说给我孙子 爷爷没这样 爷爷没这样 急什么你 你放 爷爷没这样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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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上来就急穿脸了 你知道 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 大孙子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回家 在我们眼鼻底下 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 你要是真喜欢小李 咱们也不反对 今天大家都在 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奶奶 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这事没得商量 妈 要不 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别急 你让他们先聊 聊完了 我再给易锦打电话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好 好 打 现在就打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 混了个啥啊 房子还是租的 辛苦了这么多年 你捞的啥了 家里都跟你预备得好好的 你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我没有说 好坏我们自己的生活 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 没你插嘴的份 我接我电话 老大 怎么了 老大 怎么了 你说 哎 哎 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家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 不是 他这是 你别打 咱们孙子里 混乱了我孙子 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你们家才没家照呢 你把手机还给人 别别别别 拿他上去 你个死老头子 奶奶 孙子 你听见了吧 就这样的一家人 要再不跟他断 这一家人能胡活地吃了他 这 他 奶奶 你别在这儿抓好人 主刀 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 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 赶快 让她给我陪不是 为什么要让一锦陪礼道歉啊 先斗手的人是您啊 爷爷 你 你叫这个女人 到底挂了什么迷魂囊 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她 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大孙子 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 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 你这一走走这么远 你说我们呢 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 吃苦受罪 是发愁的呀 整宿整宿都睡不好 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叫你这么狠心 爷爷爷 奶奶 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 当年我爸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 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 让你们帮忙我妈的时候 救救我妈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其实 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 他 他 他也有他的苦衷 那他有什么苦衷 一定要打我妈 你看看 完犊子了吧 这傻小子 缺心眼儿 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你妈害死了你妈 把这个家给毁了 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 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 不叫做好女人 我妈去小卖部 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 那叫洪杏出墙 她就 她就挨打妈妈 我妈才是受害者 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把她交好 没有把她交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也不会成为像她那样的男人 你 你别说了 我要用我这辈子 我要用我这辈子 对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孩子好 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 没有保抵的家 我要你们 我要 要 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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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就是个傻样 孩子起来 孩子起来 你就是我们的兽母吗 你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在心里 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你 但是 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是 起来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 我和易景的生活 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 好吗 我们也不想打扰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他也不账 她也不账 你可不可以 我非你可不可以 我非你感觉 我非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 我跟一姐姐可以说说话 周到他们家人都走了 周到他们家人都走了 走了 你这回 我跟一姐姐姐说说话 知道周到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知道他们这一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都知道了 你姥姥气得不行 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姥姥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没事 姥姥 对不起啊 孩子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周到啊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 一定不会让你 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还说要护着你 姥姥她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是啊 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啊 你好好想想吧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 跟她断干净 姥姥 妈 周到今天和她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她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生活 否则 除了给山上飞 她不会再和她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今天的事 我真的没吃亏 你什么意思啊 还是要跟她在一起 是啊 妈 我不会改变追她 你 葫芦这孩子 这个周到 还真是说到做到啊 有点担当 她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 但以后呢 以后 她要是像她爸那样 或者是像她妈那样 我这 我都不敢想 你不敢想你就别想 你想也没有用啊 来日方长 日久见人心 看她怎么表现吧 我累了 你已经怎么样了 敲有什么用啊 不是有膏药吗 来 我给你贴上 我 我自己来 自己来 好好 好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 买股票涨了 还是彩票重吗 最近啊 运气来了 挡得都挡不住 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 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我知道 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 是吧 对了 我今天找了收费品子了 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 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话还没说完呢 那收费品子上了以后啊 我又想了想 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 好来我就让她走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呢 快吃饭 菜凉了 那麻烦你 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 谢了 相伯 我从来不妙得干什么 我从来不成一条凉了 你朝暖阳 你朝暖夜 我想幻想 我要喝一杯 要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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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污了 拿着干杯 我喝一杯 要喝一杯 陪我去收藏 以你决定的念想 你是否也不一样 像女儿寻找那片海洋 窗外人潮 熙熙攘攘 等你的目光 丽姐 我一直想和你 去只有我们的地方 我感觉我像一个 六千夫人的和歹 但是我现在心里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谢啊 美人康 失怀所有 只想定格 此刻 不森场 久不 我们去看看你妈妈吧 待会儿见到妈妈 你就告诉她 你过得很好 让她安心 我在这儿等你啊 我去哪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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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那个叫易景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是 真好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 想象你遇到了好姑娘 妈妈真替你高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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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回去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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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奶奶 我会照顾他们到了吗 但是将来 我就和依瑾过了 妈 等你出来 我带着依瑾一块儿来接你 妈 依瑾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当初 为什么管我叫夏夏 生日儿 包括生午那天 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 放了盆向日葵